各位棋友大家好,我是赵一帆 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昨天5月23号 向甲第七轮,蒋川特大跟升棚特大 两个精彩对局 红方蒋川,黑方升棚 红方炮二平五 我们先来上这个趋势图 这一盘棋呢,最后以这个绰号升大锤的升特呢 这一盘棋呢,在开局的时候呢,别出心裁 中盘的时候呢,十分的激烈复杂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一盘棋呢,因为这个升特呢,准备的布局很充分 然后呢,一直紧握着这个先手 中盘呢,走得又四四路扣 值得学习 红方炮二平五 黑方马八一进七 红方冰三进一 黑方G9平八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炮八平九 不成了这个中炮三兵缓开局 对黑方呢,三不五 红方冰七进一,双头蛇 黑方竹三进一 红方冰七进一 黑方车八进四 红方冰七进一 黑方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呢,是一个对攻性极强的一个走法 过往呢,通常都是会走G八平三 以下呢,红方选择这个比较传统的向七进九 或者是红方走这个比较新走的这个炮八平六 好,那黑方在考虑G3退一 或者是比较激烈的去吃下 好,那实战呢 黑方这个飞向 是相当激烈的一个布局 好,也是最近呢 才比较常看到的 好,所以说呢 这个攻守的规律呢 也对高手而言也还在摸索中 好,那红方向七进九 好,这个变招呢 是这个蒋特的一个得意变招 好,曾经在这个去年的年底 这个重要的比赛排位赛呢 战胜了这个红志特大 好,那这次呢 再走出来 好,实际上呢 有很有可能 这个落入了这个深棚的这个精心准备的布局陷阱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走法呢 可以考虑泡八平六 或者是G1平二等等 好,那实战呢 红方向七进九 好,目的呢 就是避开 好,黑方呢 在这个三路线反击的时候呢 吃相的可能性 好,以及呢 红方呢 有机会跳拐脚马 好,那黑方实战 马二进四 好,这个目前呢 在这个大师对局 是看到了普遍的一个应招 好,也可以考虑黑方呢 走这个G8平三 好,差别在呢 要让这个兵呢 去表态 好,同时呢 不暴露出这个拐脚马 给对方攻击 好,那实战黑方 马二进四 红方呢 冰冲 好,黑方炮二平一 好,红方G1进一 好,拔横G准备掉过来 好,攻击 好,那黑方车八平三 红方G1平六 问应手 好,黑方 马四进六 好,这一走棋也可以考虑G1平二 先问一个应手 好,那红方再考虑 红方是否会走这个G6进一等 好,那黑方呢 马四进六 好,红方 冰七平六 好,那在这个相对陌生的 这个布局中呢 好,红方冰七平六 好,应该是 好,这一盘棋落入下风的一个根源 好,因为这个兵呢 走动过多 好,那最后呢 只有破到一个像 好,没有对这个黑方形成牵制力 好,反观后方呢 这个子力出动的过于缓慢 好,遭到黑方的一个强烈反击 好,所以说这个琴呢 红方应该要考虑的是马三进四 好,马三进四呢 这个针对这个乖角马转出以后呢 这个中兵比较薄弱 好,然后这边呢 有抓双的可能 好,这个马三进四呢 就走得比较灵活 好,那黑方呢 如果G1平二 好,那红方呢 这边还有一个G6进一 好,的考虑 好,或者是马四进五 也许也可以考虑 好,就是说有这几手 好,一个先手 好,那实战呢 红方冰七平六 好,那黑方呢 很正常的 好,G1平二 好,抓了这个炮 好,变成说呢 红方这边呢 很难安置 好,红方呢 实战是先摸一个像 好,那黑方向七进五 好,数正常之招 好,那红方呢 炮五 炮打僵 好,那黑方不是 好,那红方炮八平五 好,这个 因为比较 这个落后以后呢 这边呢 就只好走得相对 比较强硬一点 好,但是呢 黑方的反击就开始了 好,黑方马六进五 好,一跳 好,这个马呢 要抓这个前炮 好,红方呢 好,不愿意妥协 好,走了一个 相对强硬的G6进五 硬保这个炮 导致后方的G马呢 还在这个睡觉呢 可能会被压制 好,那这个棋呢 如果比较忍耐呢 走炮五平六 可能也会有马五进七 等等的手段 好,也不是特别好处理 好,那黑方呢 好,红方G6进五 好,那实战呢 黑方就直接 很自然的G2进八 好,这一手棋呢 好,因为红方的这个马呢 将来会跳到拐角 好,给这个G保护 好,所以说 这个手顺上面 面呢 也有另外一种构思 好,比如说黑方呢 他可以先行 好,马七进五吃炮 好,吃炮之后呢 让红方的G呢 离开了六路线 然后黑方呢 在马五进六硬跳 好,那这个棋呢 好,将来 前来就有一个 跳卧槽的棋 好,那红方呢 如果G5平四 好,那黑方呢 还有巧手 就自知不理 走一个G2进八 好,因为红方呢 这个G呢 是不能吃马的 因为吃马以后 黑方呢 有一个炮打双G的巧招 好,所以说 这个马呢 不能吃呢 好,这个G呢 又压制住 好,那红方呢 这个琴呢 就也不是很好处理 好,那比如说 红方呢 四四进五 好,解杀 好,解黑方的马六进七 好,那黑方呢 在炮一进四 黑方炮一平二 好,要打这个打马 好,得G 好,那红方呢 马八进六 好,气马 好,那黑方 G二平四 这样子的话 黑方就得了一个子 好,虽然红方呢 有机会打一个像 好,但是呢 因为这个G呢 也暂时受到这个 黑炮的这个牵制呢 软腿 好,所以说这个对攻起来呢 应该还是黑方站上风 多子 好,站上风 好,所以这个呢 也是黑方 可以考虑的一个路线 好,那实战呢 黑方很自然的 好,G二进八 好,红方 马八进六 黑方 马七进五 红方 G五平四 好,此时黑方 如果往马五进六 这个路线跳呢 就没有意义哦 因为红方刚好可以 马六进四 挡住 好,所以黑方呢 马五进四 好,那红方呢 在这边很难处理的情况下呢 前方 好,硬着头皮对攻 好,G五进一 吃下 好,强行吃下 好,那黑方呢 好,算准了 就把这个马先吃了 好,黑方双狙马呢 在前方有很强大的攻势 好,那红方呢 G五平一 黑方 炮一平六 好,那实在呢 走到这边呢 红方呢 这个面临考验 还是 这个如果走对的话呢 还是这个局势呢 还有转环的余地 好,那实在呢 红方手顺上出现了瑕疵 走了一个四四进五 好,导致呢 被黑方呢 做一些 简明的这个交换 好,那这个琴呢 红方应该先G一进二 好,强制性的利用这个铁门栓呢 把黑炮给拉住 好,这个黑炮拉住了以后呢 机动性就变差 好,那至于这红G呢 交换一手 反正这个G也是低的 好,那不如呢 把这个炮给先行牵住 好,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再十四进五 好,这个时候十四进五呢 就不怕未来这个 弃G的 黑方弃G交换的手段 好,因为黑方的这个炮被牵制住 好,那他如果马斯进三 好,那红方G就平七 好,那黑方呢 强行得G 好,G四退三 好,那红方呢 就把他拔掉 好,那黑方呢 G三进四 好,那红方呢 强行冲中兵 冰武进一 好,就阻挡住 黑G呢 攻击这个红马 好,那黑G呢 也不能吃这个冰 好,因为如果吃冰的话 刚好这个黑G低头 黑炮低头 好,那红方率五平次 形成一个铁门栓 逼得黑方G呢 只能啃炮 好,那这个棋呢 就变成红优 好,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冰呢 暂时还吃不了 好,那红 黑方可能会退居 好,那红方呢 再走一个G一平三 好,这个盘面呢 虽然红方是吊子 好,但是G马炮呢 兵种齐全 而且呢 黑方少了两个项 好,少了两个项呢 跟红方少一个大子的物质 分数来说呢 是差不太多的 好,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还有很大的 这个回旋余地 好,那实战呢 因为黑方 红方呢 肯定是在前面 很复杂的盘面呢 这个用时 比较多 好,那这个心理压力呢 可能也很大 好,中了这个对方呢 一定的不局飞刀 好,那所以实战呢 走了一个四四进五 好,那黑方呢 就直接做一个交换 G4平五强吃 好,然后红方四六进五 黑方马师进三 红方率五平六 黑方狙江 好,狙江的好处 把炮拉走了 这个黑炮呢 就没有被强制 好,要回去了 好,那黑方呢 在马三进一 好,这样的下呢 红方缺一个四 而且呢 黑方呢 这个狙马炮已经到位了 好,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就很难去 这个解救 好,那红方 马三进四 黑方 G4退一 红方G打一将 好,那这边 黑方就没有必要呢 退炮给你吸住 好,所以黑方呢 四五退六 好,红方G1退三 好,红方 黑方炮六平四 好,这个格局呢 基本上 好,不是破四项 好,就是得止了 好,那这个棋 红方呢 选择炮六退一 好,如果帅四平五 应该也是 掉指指日可待 好,黑方马一退三 好,平帅 好,那黑方这个G掉 好,这个马呢 也是要死 好,那所以说 红方呢 实战呢 是炮六退一 好,那黑方呢 实战马一退二 好,硬把这个炮给抓死 好,那这个棋呢 因为黑方在这个 得止的格局下 好,如果要下得更细腻一点 有时间的话呢 黑方可以考虑 好,因为这个下到残局的部分呢 这个马呢 对这个 黑方的破坏力比较强 好,所以黑方呢 可以考虑G4平六 好,做G4平六的 这样的一个交换 而且还抓了 抓了这个马 好,那抓这个马以后 红方如果马是退六 好,那你再炮 炮把炮吃掉 好,那这个马呢 就被逼后退了 而且呢 他如果不做交换 好,比如说 你不帅六进一 G6平四 好,你的马跳走的话呢 那黑方呢 这个炮呢 也在腾走 好,这个位置呢 马炮位置也不错 好,所以说 黑方呢 可以先行走一个G4平六 好,让这个马呢 比较没有办法 在这边发挥作用 好,那实战呢 炮六退一 黑方马一 马一退二 好,那红方G1 这个平帅 好,黑方马二进四 好,红方G1平三 好,那这边呢 黑方选择很简明的路线 就直接把你对了 好,对了之后呢 红方算是多兵 好,但是呢 这个三路兵是肯定可以过的 好,那这个兵呢 还相对比较薄弱 好,那 红方这个中兵呢 被吃了以后 好,形成了黑方呢 多一大子 好,然后呢 红方呢 又缺个四 好,有两个兵 好,这个残局呢 在实战 好,就是说 在理论上呢 有可能合齐 但是对防守方 实在是难度太大了 好,所以说 走到这边呢 基本上 以这个高手来说呢 也是很难防守的一个 对红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 这个残局 好,那我们后面呢 双方没有出 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漏 这个红方呢 也没有找到什么 求和的这个 机会 好,所以这盘棋 后面呢 这个残局呢 解说就重略 好,比如说 黑方在这个地方 好,也可以考虑 好,不补一手势的话 直接把这个兵抽了 好,也可以 好,那红方呢 要将这个双兵呢 联手呢 难度也很高 而且呢 就算是联手了 也要花好几步棋 好,所以说 黑方呢 在这边 组织这个 马炮竹的进攻 好,那红方呢 已经这个 双兵的速度 比较慢 好,没办法去 制造一个对攻 好,那黑方呢 边攻边守 好,这个马竹 逐渐到位 好,那 很快的呢 就破门而入 好,这样子 降了以后 以下呢 马五退六 好,黑方 竹四平五 好,定住了以后呢 在马六进八等等 好,就可以获胜 好,所以走到这边呢 蒋特就认负了 好,所以说 这一盘棋 有两个转折 好,一个就是 红方 在这个 前面的时候呢 没有走出马三进四 好,这个 弃兵的一个手段 好,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红方在对攻的时候 没有走这个 G1进二 吸住这个炮以后 再补试 好,导致呢 这个局势呢 就一落千丈 好,难以这个 抗衡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